台東立法風電一級 統計今年只有六月份 沒有出現過重 其中二十一台風機 有兩台已經過重三個月 經濟部長 王美華就說 立法風機的基礎 去年因為亞國第一 吸引這個環境才會出現過重 後來明年三月開始 這個過重的機會 對變少 再來這條開發再生連環 風流跟太陽聯發電量 成就都不錯 不過有立委支出 台東立法風電一級 二十一台風機 有兩台已經過重三個月 我跟這個台東立法風電一級 開250月 這樣會變成無人 可以維修及保養的風機 是不是所謂的故障率太高 離案一起的部分 在去年病亡 那等於是 他是一個新的基礎 那病亡的時候 那在相關的 跟環境的這個調教 確實花了比較多的時間 那所以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看起來 好像是很多機組 還沒有去發電 警察部長 公立發表是 台東立法風電一級 是今年合併的新基礎 為了適應當地的環境 用不久時間 不過今年正常比九年更好 按算到每年三月 就能調整到適合環境的狀態 台東以後 立法風電的發電量 會為九年兩億八千萬多 今年有關到三億多 因為台東立法風電一級 有得超級怕客戶 可以使用的比率 如果沒有達到標準 在八十九%以下 就是出分 台東正式 去年已經全對有標準的 衝衝做裁判 全對外界這期日立風電機 在全球市場 只有日本跟台灣 立法風電一級有的輸用 這些風機若是高中 更會變成是 沒有人可以 維修和保養的情形 台東回應說 雙方都有遵客 無論是維修 這些保養都有保養 不必歡樂 繼續綜合報道